温水亲亲北京时间3月11日 勇士与太阳的比赛正在进行 第四节6分30秒处意外突然发生 杜兰特扭伤右脚踝 直接回归更衣室 具体过程若下四慢进所适 杜兰特狱中投凭借库里的三分 勇士将比分追至91平 而在手转攻过程中 杜兰特右底脚接球 欲强打布里奇斯 而若策的艾顿飞速扑防 并且成功以封盖终结了杜兰特进攻 可接下来的画面揪心 杜兰特右脚踝落地后 杜兰特的右脚踝直接踩到艾顿左脚上 结果若上图所示 他的右脚踝成90度外白之态 以至若下图所示 在太阳已经推起反击时 他仍痛苦地倒在地上 杜兰特倒地不起 杜兰特躺在地上 并且起身时 用双手摁了一下右脚 虽然从起身到站起 行走貌似不严重 但未安全起见 若下图所示 杜兰特直接回归了更衣室 接受进一步检查 杜兰特直接回归 更衣室截止下场前 杜兰特25分 二篮板三柱攻二抢断 是勇士能够咬位 分叉绝对攻尘 最后为杜兰特祈祷 希望此次伤情 并无大碍 能够早日健康归来